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爽 今天接下来拆双十一到货的包裹 湖南这边呢这就开始降温了 最低温度的话呢只有六七度 南方的冬天的话呢是没有暖气的 冬天真的不好过 所以提前把这个取暖神器呢给准备起来了 不要问我们为什么不开空调啊 第一个是开了空调呢 房间里面是又干又闷的 再就是电费真的太夸张了 今年冬天呢是新入了一个输了式的取暖器 我现在呢已经给它拆出来了 没用之前的话呢 我确实有点担心它的一个取暖效果 但是当我打开的那一刻 我真的是忍不住家给它第一大口吃 加热效果特别快 一打开之后呢 能立马感受到一种濃郁的暖液 像我现在就在沙发上了 四周都是暖暖红火的 因为它是采用这个碳塑管发热的 加热效果快 热能转换效果更高 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也能不刺眼睛 像我们之前用过的那种小太阳 你太一眼过去眼睛发到不行 但是这个呢就不会刺眼睛 像你家里有小孩嘛 我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但是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呢 是完全没有声音 一点声音都没有 睡觉前的话呢 可以用它来加热一下房间 睡前呢就给它递个时 晚上睡觉呢 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那像这个取暖器的话呢 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 会不会很好电 那它是有400瓦和800瓦 两个档位的选择 能耗的话呢是非常低的 就算开上一整天呢 也不会心疼电费 它的这个体积呢 是这种小小的 单手的做着把它拎起来啊 这样子呢 你可以放在家里的任何一个地方 来取暖 鸡鞋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断电 也不怕造成安全隐患 我刚刚就这么录了一下视频 我背上已经烤得一身的汗了 南方的小伙伴啊 冬天真的是可以去入手一个 有了它之后呢 这个冬天肯定会很舒服的 接下来继续来拆包裹 这些呢是买的做烘焙类的材料 买了这个八蛋木 到时候用来做太妃糖 这个是夏威夷果仁 还有这个南瓜子仁呢 是用来做糯米船的 这个是入了一个咖啡的 一个电子秤 这是一个咖啡的手冲壶 最近移上了做咖啡 这个是包装盒 到时候做的好吃的 来送给大家 接下来就是两款咖啡豆了 这个是咖啡的一个手冲壶 入了咖啡的坑 接下来就是这个护手霜了 这个牌子很好用哦